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罗光敏 那今天呢是我们虎年的最后一集 虎年快要结束了 那时间过得蛮快的 那兔年就快要来了 那在兔年来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 说一些兔年的吉祥话 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拜一个早年 那这边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呢 可以扬眉吐气 做什么事情都欢喜 然后呢当老师的 可以明思出高途 那做生意的呢 可以数钱数到吐 那今年不顺利的朋友们呢 可以这个吐飞猛进吐来运转 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过年期间 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了 你遇到你的亲朋好友们的时候 要记得跟他们讲 恭喜发财 钱吐出来 这样让各位可以过一个好年 OK 那我们拜完年了 要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延续上个礼拜的 我们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 数位内容的一个产业创新应用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在地深耕了 二十几年的科技领航者 我们的盛典科技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盛典科技的 林玉俊资深经理 玉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盛林的玉俊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碰面 那我也祝大家钱吐市井 钱这不错 大家 我发现兔的成语都跟钱蛮有关系的 对 兔子看起来就很有钱 所以感觉我们新的一年会 大家会 应该经济可以过得比较好 是啊 OK 好啦希望 好那我想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个数位科技的部分 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其实数位就是0跟1的组合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解读错误 其实传统是这样没有错啦 OK 就是用0跟1让电脑来 来教会电脑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 是啊 对 那我知道盛典科技其实 这几年发展的其实蛮好的 就是说我这边 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先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盛典科技它其实已经有取得了 以扩增实境AR技术 结合自创元素之产次影音作品系统 及记录媒体的发明专利 对啊你们有一个这么专业 这么长的一个发明专利 那这个发明专利其实蛮厉害的 就是它也让台湾成为唯一获得美日 以及欧洲这个数位学习国际的奖项 以及认证的专业团队 那也曾经6度获得我们国家最佳的 数位教材品质奖 那我想这是一个蛮就是蛮亮眼的一个成绩啦 那所以这边是不是我们可以先请教一下玉俊 就是说贵公司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然后来开始做这样子一个数位内容 那特别是深耕在教育这一块 是其实说起来的话 我应该要回想大概20多年前 其实我在这个领域里面也有大概212年的时间了 我们就在212年的时候 从中山大学的创新育成中心里面 在那边被孵化培育出来 然后进到这个业界 那其实以前我们做的呢 就是传统的数位学习 什么叫传统的数位学习 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以前会有所谓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知道 什么叫Fresh动画 可能很多人年纪不够大还不知道 对 我有听 我有用过 以前读书的时候常用 读书的时候 对 糟糕 所以以前我们开始的时候做 其实所谓的2D 2D设计跟所谓的Fresh动画 然后把它应用在所谓的数位学习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本身以前走的是 比较接近数位学习 那因为数位内容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 它从所谓的数位学习 甚至游戏 甚至现在比较流行的ARVR 元宇宙这些的概念 其实在整个定义里面 都可以当做是数位学习的一部分 那我们20几年前刚开始做 就是成立公司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出钱的人 那个不干我的事 我扑不起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说 希望透过比较好的内容设计 比较好的一些就是deliver的方式 让大家学习的有效 有用 而且是比较喜欢的 有趣 所以我们以前才会用Fresh 这样子的动画 去处理我们的数位学习跟数位内容 那后来也是所谓的 因缘忌讳或者是误打误撞 就是因为其实数位内容在过去的20年 10几年20年 就一开始的时候那10几年 其实很多时候是吃所谓的国家型计划 在国家型计划里面 政府其实投入了很多的资金资源 在就是开始在做所谓的数位内容 就数位学习 是 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一些 政府标案里面的 也不好说佼佼者 就是大部分的标案 我们都吃得下来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模式底下 当然政府他们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多元 客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元 比如说我在传统的数位学习里面 可能大家想的是在教室里面上课的内容 可能大家想的是说 我是把文字型的东西转成图片 转成影像 影带类似这一些 可是有人就会想说 那可不可以有3D的东西 跳脱了2D 有没有3D的东西 所以我们开始就有一些标案 去做了一些3D的东西 那有了3D的东西之后呢 3D 那是不是他可以在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动 比如说我们当然可能没有办法 像人家做3D电影那样子 就做得好厉害好厉害那样子 就是很分析 或是就是很长的一个长篇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 其他的应用延伸 比如说我们开始做的是 所谓的物理化学 这一些的科学元件2D 转成3D 那这些3D的物件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AR或VR呢 是不是就是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 类似水到渠成的方式 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处理 那我们就慢慢的把教育训练 开始从以前的图文型的 网页型的 或者是动画型的 往所谓的VR AR 或者是更说的混合型的MR 去做处理这样子 这是大概我们之前的一个 一个模式跟方式 也说误打误撞 其实应该也是说 只是机会总是保留给准备好的人 就正好准备好了 那有东西了 有技术了 有方式了 我们就去做处理这样子 预计你刚刚提到的Flash 我很清楚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Flash长大的 但是其实拿来玩游戏比较多 那现在好像Flash 好像都已经从电脑平台上都慢慢的被移除掉了 其实Flash本家是Adobe那一边 那他们现在已经在 大概去年已经停止资源了 所以所有的浏览器 因为它的安全性的关系 因为它的一些种种原因 它已经被不支援在浏览器里面做播放了 Flash的基础 其实就是Web里面的动画 那所以它现在不支援 后续如果你之前有Flash的教材 不就不能亂吗 所以那些教材 我们会做这样的处理 就是把Flash 转成所谓的动态的网页 HTML5 它可能结合是一些HTML 加上JavaScript 加上CSS 这样子的东西 去处理成会动的网页 这样子 了解 这是一种 另外还有客户会做另外一种 就是把它转成影片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2D的动 反正动画就是动的 转成影片它来播也是一样 就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影片档来呈现 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的Flash 就是它出现那个警告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慌 之前有一些Flash的游戏 或许就不能run 除了Flash以外 那你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 像AR VR MR 这些名词其实大家生活上可能都常听到 但是可能大家对于它的一个界定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我想是不是这边在 我们在谈更深入之前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 针对什么叫AR 能不能有很明确的 或者说很让大家很能够了解的 一个方式来呈现 什么叫AR 什么叫VR 甚至你要提个MR MR可能大家可能就比较陌生的一个名词 另外现在还有XR等等的各种 其实不管什么R 它其实后面代表都是一种reality 就是什么实境 其实翻译都是什么实境 那AR的翻译叫做扩增实境 那VR就是虚拟实境 那M就变成混合实境 那扩增 虚拟 混合 那我们要怎么去区分这三个的一个差异呢 那最简单的考虑方式 其实就是在它呈现的模式上面 那在扩增实境的AR上面 其实如果大家有玩游戏的话 应该都玩过一个游戏叫宝可梦 宝可梦它其实我们大部分 都不会开所谓的AR模式 这边就有所谓AR模式 AR模式它的定义就是 当我打开AR模式的时候 我的镜头就会照到这里 比如说我现在照到这个摄影棚 我的镜头就看到摄影棚 里面有一个 里面它的有一个宝可梦在里面 让我可以跟它互动 所以AR其实是在实际的环境里面 有虚拟的物件 所以它的基础还是实际的环境 对 它把实际的环境带进来 那VR就不一样了 VR就是它必须要通常是带一个头盔 或带一个载具 那你全部是全部被覆盖的 完全沉浸的 所以你就看不到实际的环境 那MR就是混合这一些 它可能混合VR 混合AR 所以它会有混合的概念 那基本上如果大家不容易想象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想 AR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它 AR的话就叫见鬼 AR就叫做见鬼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突然有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出现 是是 看着鬼 这个就非常直觉了 对 那VR是什么 做梦 你是闭着眼睛 或者有人说就很像 戴着那头盔就很像管罗音 是是 因为你看不到 但是你又能看到 就是你又能看到的东西 对 所以最简单就是做鬼跟做梦 这样就很容易分了吧 对对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了解 因为连我这么笨的都了解 因为我一直分不清楚这两个到底 因为都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也是一个扩增 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说 他这个叫做AR技术 他这个叫做VR技术 OK 那我懂了 看着鬼跟做梦 对对 所以从来我现在在 像我们出去外面在讲课也是这样子 最简单 大家这样都很容易清楚就易懂了 对不对 那后来你不管是所谓的MR或XR这一些 其实都是后续有一些其他的延伸 或者是把它做更深入的处理 那很多时候是针对 比如说你跟着一些 另外额外的硬体装置去配合 你跟着一些额外的技术去做配合 产生的一些延伸作用 这样子 了解 对 那它的基本上的基础还是会奠基在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3D物件 是 可能会有所谓的一些 针对里面需要运行的流程 方法 或者是甚至操作模式 是 等等来决定内容的呈现这样 OK 对 那目前坊间比较 我们比较流行的 有一个叫做沉浸式的学习 那以沉浸式的学习 我想这也是贵公司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想象 那以沉浸式学习来讲 它是基于以AR为基础 还是以VR为基础 其实就我们来讲 我们会把它都 都混在一起看 我们其实不会把它偏废在 所谓的AR和VR 就像现在元宇宙的入口 人家会觉得说 诶 元宇宙的入口是AR还是VR呢 其实它都可能是 OK 都可能是 对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 可是您刚刚所提的 就是说我如果是以VR的话 我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头盔跟装置 那我今天都可以是 那我是不是就必须要有 那副头盔 才可以进入VR的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对 所以VR最大的进入障碍 就是那个头盔 那AR通常就比较简单一点 它可能带的是你的手机 你玩包装碰不会戴头盔 你可能只带着手机就完了 对 那或者是说 有些人比较简单一点 他可能就是 拿着一个所谓的 那个Google出了一个AR眼镜 还是变成是眼镜型的东西 它让你的虚拟物件 是呈现在你的眼睛的里面的 那个穿透式的屏幕里面 是 荧幕里面 是 那所以你可以透过眼镜 看到一些物件虚拟物件 对 所以其实模式有很多种 但是不拖就是那一些模式 是 那在传统里面 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 它把它叫做 比较所谓的沉浸式的学习 对 因为以前大家在学习 可能大家想象的学习就是什么 坐在教室里面开始 尤其台湾 就是所谓的填鸭式 老师这边讲的口沫很飞 然后小朋友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心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小朋友也飞了 对 不是在睡觉 要不然就是在想昨天的女朋友 怎样 那沉浸的话 他变成是说 他会希望说由他自己入手 自己出发去 去透过这一些载具 或透过这一些技术 去把他要学习的东西 实际带到他面前 让他自己去做体验学习 像如果传统的科学教育里面 像我们现在讲所谓Steam 他可能很多的所谓的Steam教学 都是去带你实际去做实验 带你实际去操作一个机器人 或是做一个电路板的 那些组合的东西 让他去做他自己的首创 那这不是不好 这其实也很好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其他的方式 来让他先学习 就是我们讲的 先让他先学习所谓的SOP 或学习所谓的内容 我用AR或VR 模拟出一个实际的环境 跟实际的操作模式 让你先把所谓的SOP 跟所谓的操作过程流程 都先学会 先熟练了 都熟练了 你再去做后续的实际操作 OK 所以他的领域就可以 用很多元的方式去运用 你在教育训练也好 你在教育也好 因为教育训练跟教育是不一样的 教育是给学生 给学习者 教育训练是给所谓的 那些在职的 或者从业人员 对 所以用这种方式去让他们 尽快的去进入他的学习状况 了解他的学习内容 学到他应该学的东西 而且是比较有趣的 而且是希望他可以自动自发去做 就是他会先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碰到实际的物体之前 他已经先去知道他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了 然后自己去摸索 用自己的所佩戴的工具先去做摸索 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像我们目前有之前有看过钢铁人的电影 像钢铁人我们的主角东尼斯塔克他非常的厉害 他想要干嘛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手空中一滑 然后就可以指挥他的机器人 然后去做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未来我们配合这样子一个虚拟的眼镜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 对所以其实厂商因为有需求 其实这些需求不管是被创造出来或是被想象出来 因为有需求所以厂商就会试着往那方向走 大家其实会就是开始觉得AR或VR可以被大家使用 或是被大家能接受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从钢铁人那个电影的那个想象出来的 我看起来好厉害 而且他其实他没有戴眼镜 对他没有戴眼镜 他没有戴眼镜 或者是他只戴了他自己的那一副眼镜 就可以看到那些画面 他很多时候在他实验室里面 他是不戴眼镜直接回来回去就有画面的 那是一种投影 他可能投影的方式就可以操作了 对 那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达到这种情况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他可能透过一些感测器 或者透过一些雷达 或是透过一些可能可以去侦测到人的动作的 人的手势操作也好 或等等这一些也好 他就可以去控制一些虚拟的物件 那所以他可以控制虚拟物件了 接下来他如何呈现虚拟物件 以前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可能是眼镜 对 用眼镜去呈现虚拟物件去做操作 那未来可能 或许会有所谓的 因为其实有厂商来做的所谓眼下的 他可能可以植入某一个晶片 植入某一些东西让他可以看得到 那身材隐形眼镜型的 他就不是戴眼镜 他就把 晒在隐形眼镜里面有一个小镜头 那小镜头在你眼睛里面 你就可以呈现虚拟物件 然后再加上手势操作 是不是就像那一回事了 所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那也因此只是说现在来讲 为什么原宇宙它的基本的进入 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处理 因为大家想象的一个虚拟空间 有虚拟的物件了 可以搭配实体的操作方式了 他就可以去做后续的互动 跟后续的处理 你可以跟人家开会 你可以跟人家像面对面的 而且是面对面的开会 那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 把你电脑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在那里面做你的操作 或是做你的想要做的学习 甚至看你想要看的影片 所以这个感觉起来很梦幻 然后其实也满让人期待的 可是就是或许有些人会担心 因为就像您刚所讲的 以目前这样一个科技的发展 它其实是很快速又很自然的 在破坏我们的学习方式 尤其疫情发生的时候 对它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方式 还在破坏我们之前的学习方式 那甚至会让我们 因为适应了新的方式 就回不到过去了 那这样子会不会 对我们的一个生活 造成了一些影响 我们是认为不会 那说良心话 假设站在家长的立场 一定觉得会 对他想像就是说 站在家长的立场 就想说你丢一个平板 丢一个手机给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一定欲罢不能 停不下 他还会学平板 你赋予他额外的其他东西 对你本来不会划 他看你划两次他就会划了 他本来不会解锁 他就会解锁了 对很强 对他们都是新的 已经是所谓的数位世代 所以他们在数位科技或数位 内容或数位的一些技术 其实他们都 很容易就习惯了 那其实我们其实也觉得不担心 因为他除了这一些之外 当然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人为的 四度引导 透过人为的一些引导 去让他除了实体之外 你要去学习虚拟 虚拟之外你也要去学习实体 而且像刚刚讲的 不管是AR或VR的训练 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工作场域 训练场域 对对对 你还是要去做操作 像我们的产品里面有所谓的 化学实验室 对你VR的化学实验室 是做一个全虚拟的化学实验 那比如说你在上面可以点火 你在里面可以用盐酸 对那这些危险的东西 在VR里面呈现就不会有危险了 OK 但是最后最后我们还是希望 他回到真的实验室里面 把那个实验走完做下去 前面的这一些过程 可以让他比较方便的 就是说他学会了 对他比较不会的危险 对 对 他比较不会发生不可预知的意外 是 对 那可是他做错了呢 他做错了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 在虚拟的一个世界里 有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在虚拟当然都可以呈现 只是说我们没有做那么严重 对 比如说你把盐酸打翻了 人在教室里面就击飞狗跳 自然教室里面快疯了 对对 或是你把火给弄翻了 那个酒精灯弄翻了 那个就击飞狗跳 可是在VR里面当然我们可以控制 这是我们控制的物件 就倒了就倒了 不然怎样 所以我在VR里面 我可以把盐酸拿起来丢都没关系 但这不要学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 因为我现在教复合材料 我们在调材质要去固化之前 我们要添加一个叫做硬化剂 一个叫做促进剂 那它添加的顺序是不能够顛倒 因为促进剂它是一个很强的界面火化剂 如果你今天把硬化剂先加了 再把促进剂加进去的时候 它表面会激烈反应 所以它就会飞溅 那我们上课都会跟学生这样讲 那学生有一次在实作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可以试试看 白饭嘛 就是你知道吗 学生总是流血总比流汗好看 你知道吗 他们想要看那种很惊悚的画面 他会觉得说老师都这样子讲 可是我们没看过 我可不可以有机会让我去尝试说 如果我把它加反了 会发生什么现象 那不过的确讲实在的 我也没有看过 OK 对 那我就一直在想象说 如果未来的虚拟实境 有这样子的可能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虚拟 告诉学生 如果你真的加错了 他的画面就是这样 对 其实有一些厂商做类似的 教学那样有类似的东西 其实真的有 对 那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在调所谓的 稀释盐酸 稀释硫酸 要水加到盐酸 或是硫酸加到水 那一些 其实在里面 当然你可以做这样子的效果 噴的到处都是 但是对你人生无害 OK 你可能可以体验说 这种的震撼 对 没错 那加上现在因为新的技术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厂商现在其实也在思考 你只有看到视觉的震撼不够 那我可不可以给你触觉的震撼 对 没错 我可以给你其他额外的 就是味觉的震撼 那其实是现在有很多厂商在 在做所谓的VR里面的 的一些体感体验 是 他可能穿的是一件背心 那背心里面可以加上一些电击 或是加上一些气压 对 他可以透过施语压力 让你感觉到有东西 这是一种模式 所以假如你在VR的游戏里面 你被打了一枪 你中枪了 啪 我被电击到了 就有中枪的感觉 那种感觉的体验感会更沉浸 是 就会更深入 是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假设我现在 因为大家看 如果去看过VR 或者是使用过VR都会觉得说 好像两手空空去操作 或者是说我可能是拿着一个 所谓的游戏手把 这一类的东西在运作 那我可不可以 有其他的东西 跟他在里面做互动呢 其实也有 有些厂商做的所谓的 移动侦测器 OK 因为头盔上面有一些Sensor 有一些镜头 他可以抓到这个移动侦测器 对 那侦测器里面我可以放在 比如说放在 灭火器上面 那所以我在VR里面 就看到一个灭火器 我在实体里面有一个灭火器 跟他在位置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移动侦测器在他身上 是 所以我就可以拿真的灭火器 来开始做灭火 OK 所以我的VR节目里面 VR的内容里面 我就可以设计 我在做灭火的动作 那这时候假设 前面再多说一点 比如说前面有点热 一直热风一直吹过来 你就会感觉到 有在火场的感觉 对 就有火场的感觉 所以正在做消防员的训练 或是一些危险训练里面 这种方式就可以让他更沉浸 更深入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以前有人讲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其实科技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多性 或者是说就是对于一些想法的需要性 您讲的这句话是实话 所以其实我刚刚问说 这样会不会 就是这种虚拟的实境这么便利 会不会影响我们生活 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 如果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周遭没有这样子的产品 我们人类会不会无所适宠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我觉得有可能 是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对 那个瓦铃那一部电影 瓦铃那些太空船里面的人 不就越来越胖越来越大 他手都没有了 瓦铃就是他只要出一张嘴巴 他行动就只要自动去 在太空船里面就自己移动 所以也许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演化论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越不用的东西就越来越萎 所以可能人因为用脑 就头越来越大 手越来越小 这其实我觉得不无可能 但是我想生于现在的我们 我们该看不到 所以这不是我们这一代该担心的事情 对 我们现在 我觉得现在反而我们需要想的是说 如果让它的更大化 更佳化 或是有更深层的应用跟使用这样子 的确 就是其实这样子会加速我们 一个学习的一个速度 所以就您在这个领域这边这么多年 就是你也从事了这个产业 那我们传统的科技教育 跟现在我们结合的AR VR的一个 在就是结合这样一个技术以后 我们在教育训练上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 其实在教育训练差别最大的 就是说它可以从以前的填鸭式的方式 变成它可以自己做一个虚拟的史操 所以它其实在它本身 对于这一些的首席程度 或是对于在那一些的理解来讲的话 它会比传统的 不管是看纸本的也好 或看文字的也好 来得更深入 因为毕竟你看到的就是 即是即得 你看到就是你比较会相信的东西 你没有看到你可能会带着唇语 或者你可能会带着一些 一些就是有劲没有听这样 就是这边看过去那边就出去了 但当你实际看到一个真实的环境 或真实的一个场域 或真实的一个操作场景 你的学习的所得到的效果成效 其实就研究来讲是比没有看到来得更高的 所以说它对于跟我们传统的学习 传统的教育的科技学习里面差别会多少 其实我们不敢说它有多少 因为我们不是学者 没办法做那么深入的对照组 跟实验组的差异 但是就喜好程度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很喜欢 所以起码他都觉得喜欢 因为毕竟他不是像传统 我在课堂看书 我不是在翻书而已 而且说这一段可能你不太懂 那你又没有办法立即去解决你的疑问 可是今天如果透过ARVR的话 我如果把这样子一个功能结合在里面 但我这个地方我不懂 我可能在那边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地方的说明 对 或是额外更深入的 因为既然是数位型的东西 它就可以开始reference 我可以reference到什么 甚至以后AI技术更进步了 它甚至它可以reference到更多其他 我原本设计不在里面的 所以它变得会更广泛 但会不会更发散 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看操作者怎么去处理这件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要强调 就是说数位并不是说要让它 就是放弃原本实体应该有的 它还是有些时候需要去结合真正的实体 这些很多的手段都是从所谓的学 然后到做再回来再做学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PDCA的概念 对不对 就从开始reference 对 然后一直 其实学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多层 那只是说在这样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这样子的科技跟这样子的技术 让它在学这一块可以loading比较少一点 但是接收可以更多一点 那它在度的时候困难就比较少 对 那度的时候困难少一点 或许那再回来 它再去做额外的学习 就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整个教育训练的时程可能可以缩短 对 学习的时程可以缩短 对 那它可以应用到实际的职场 或实际的应用领域里面可以有更长 是 这其实是在所谓的数位学习 或者所谓我们在做这一些VR AR的 那些内容概念的时候 希望一直达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您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以目前我们的一个推广方式 大概就是在职业的训练上 会比较多 职业训练会是一种 其实很多公司的 就是我们很多客户其实都是看到有AR或VR 或是有所谓像钢铁人这个东西 他在想说 那我公司的机械设备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那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当然也OK 就是我们把机械的设备的操作 变成虚拟化 先做3D的处理 3D处理进到内容里面之后 我们再让它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做操作 操作完再去做实际的验收 验收过就可以上机台 所以其实很多企业界 制造业领域这些希望走这个方向 其实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在乎的花钱 他们在乎的其实是怎么样让它有效 简短训练时间 了解 好 OK 那我想我们节目上半段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节目下半段 我们再回来跟我们的郁骏 好好地聊一聊ARVR 对我们整个学习上的影响 嗯哼 走进时光隧道 那边每个街角 城市的最弹疯狂 高雄广播 陪伴你探索 老公老公 这是我新学会的菜色 你看看 打抛猪金沙豆腐铁板牛柳乳酿鱼 奇怪 怎么都没有鸡肉鸭肉啊 哎呦 老公你知道吗 最近流行情流感啊 所以我特意去学了其他菜色 避免用到鸡肉鸭肉 老婆不用怕 其实啊 只要平常不要随便接触 鸡鸭勤类 不要擅自走私勤鸟 并且远离勤流感疫区就对了 如果真有必要接触 只要把手洗干净 肉类蛋类有煮熟吃 就没问题了 哎呀 老公真是聪明 还有 勤流感期间 政府也会提醒家勤业者 要多加消毒管理 鸡鸭不可汇养 发现疫情要尽速通报 万一有感染呢 政府也会有辅助的 千万不可以随便丢弃 病死家勤鸟类 查获可是会被重罚的哦 鸡鸭肉熟食 不接触勤累 远离勤流感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高中职要毕业了 之后你想要做什么呢 我决定申请青年储蓄方案 先去工作或当志工 累积经验 未来更有方向 而且先工作 政府每月还额外帮我 储蓄一万元 三年可存三十六万元哦 我也要参加 申请时间到一百一十二年 三月十六号 赶快上网申请 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专区网站 电话专线 零二七七三六五四二二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祝福大家兔年好运挡不住 兔年财源滚滚来 我是指挥中心罗一君 若曾接触确诊者或自觉有风险 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就建议快筛 快筛阳性者可透过视讯诊疗 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 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 如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 由医师评估后开立药物 请遵照医主服药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前瞻的未来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南方科技城 欢迎回到南方科技城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罗光敏 我们节目上半段跟各位听众朋友聊的 数位内容产业创新应用 我们邀请到的是盛典科技的 林育俊资深经理 节目上半段我们其实有聊到 VR在于我们产业的 包括员工的职业训练 这方面的应用 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教育俊的 就是说 这个部分 当然以企业来讲 他们在职场上的应用是蛮多的 可是如果把它应用到 例如说像学校单位 我们的一个教育上 就真的是学校的教育上 那这边的话我们 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产品 就是刚刚提到的化学实验室 它其实就是把VR应用在学校里面 让它去做所谓的虚拟化学实验 那AR也一样有类似的应用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做所谓的幼儿的 幼儿的一些教育里面 我们透过幼儿的 在画了一个在绘本里面的彩绘 然后让它在AR模式里面转化成它自己画的一个 一个动物 然后这个动物里面再配合它在APP里面的录音 讲故事 就可以变成是它属于它自己创作的一个动态书 动态的绘本书 所以小朋友可以自己录 那甚至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录 再更甚至它的原来可以帮他录 录出属于它的一个绘本故事 那这个这也是一种应用 那你说在正式的一个学校教育里面有没有可能 当然也是可能 我们再来分几个面向来看以VR来说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叫所谓的carbo carbo最简单就是我们可能 就是你用关键字去打carbo CRD VOARD 你就看到卖了很多的纸盒型的那种VR装置 纸盒型的VR装置一个可能10块20块50块就有了 贵一点的可能是塑胶做的 一两百块两三百块 它的作用是什么 可能学校里面都有所谓的360度的摄影机 我就用拍360度的方式 360度影片的方式放到YouTube里面 让它是戴上carbo之后就有呈现所谓的实际的感觉 这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方式 用手机就可以了 第二种现在所谓的一体机 一体机就是类似 它其实类似手机结合 它的所谓的呈现的荧幕的概念 所以它的运算效能没有那么的好 可是它已经可以做很分析的呈现了 那一体机可能也大概不拖 就是一两万到三四万这样子 两三万这样子 像现在CES刚才开始 CES里面其实我们国内的公司 就有发展了很多还不错的一体机 那都可以参考看看 那再更高深一点就像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PC VR 就是用PC PC的运算速度运算比较好 能力比较好 结合它的VR头盔 结合起来 那可能它价格稍微高一点五六万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这些内容来源是什么 其实老师还是要投入 是老师需要去拍这些教材 老师需要去设计 设计 OK 对它需要设计 你在这一个学习环境 或是在一个学习的目标是什么 对 那里面的操作过程是什么 对 你在里面需要执行的流程是什么 是 所以很多时候内容的重点不是在你用什么方式发布给它 或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给它 而是在你每一个给它的一个关键的目标点 是 的节点 你要提供给它什么样的know how 什么样的知识 OK 那老师愿意投入了 那其实后面其实都好说 是 对 其实我们对企业或是对学校老师在 在说明大概都是这样子 只要你愿意投入 我们都可以想象说 有没有比较 简单 或是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达到 或是比较便宜 是 方式可以达到 那个需要的 CP值很重要 对 需要学习 就需要达到的目标 对 其实这个都是Case by Case 可以Case by Case 来看 有多少预算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比较 OK 有多少样的 有多少样的钱 就是有多少样的制作成本 我们就可以做到交付什么样的东西 对 但你不可能说 你只是花钱买了一个牛肉面 但你想要吃到一个马汉大餐的 最高档的牛肉 对 马汉大餐也有泡面 对 对 所以你不要买泡面 你想要吃到那真的马汉大餐 是 OK 那您刚刚所讲的就是 就是如果老师今天拍了一个这样实际的3D虚拟 他其实对学习来讲 他其实配上 配上我们的手机当做萤幕 他其实也是AR的一个 他其实是在VR 已经配到VR 那是Carbo Carbo那是VR 对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讲到VR是什么 它是沉浸的 是虚拟的 是 那拍出来你是看不到外面的环境的 所以Carbo是这样带上来的 所以我误解 因为我一直以为VR 它除了看得到在虚拟以外 它其实守着这个动作 里面会反映出来 那个其实后来又加进去所谓的M 就会把那些动作跟操作再加进去 所以那是已经属于M 如果像我刚刚纯粹只是看 这种是很标准的VR 因为它全是虚拟的环境 这个虚拟环境可能是用3D做的 可能是用录着拍摄的 其实都OK 它就是虚拟的 数位产生的东西 OK 那你看不到其他外面的物件 是 对不对 那你的操作行为这一些 那是额外附加的一些附加功能而已 那现在 像我们刚刚讲到国内某大厂 现在先推出来的东西 那它就很有趣就是 它前面又多加一个镜头 对 多加一个镜头就可以干嘛 开天眼 哦 就是可以把现场的东西再叫进 再加进来 所以就变成所谓的MR 哦 了解了解 然后所谓的XR 是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 VR不能够广普及 在教育上 就在学校 是因为硬体很贵 这是一种说法 那我这样听起来好像硬体 并不是那么的 是主要的关键 反而是应该是说 以前其实曾经是 其实以前 没有那么好的液体机 或没有那么好的 那个的时候 大概这只有两种solution 就是天秤的两边 一种是很便宜的carboard carboard这种假设说 你可能去看了一次两次 你可能看所谓的云霄飞车 你可能看了所谓的 那个景区的环景的介绍等等 这一些 你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就纯粹看嘛 就无趣 那要高深一点到PCV 那个你要做操作 你可能在里面 你可以玩游戏 你可以打怪 你可以杀僵尸 你甚至可以到海底世界 到什么地方去 那在里面可以走动 可以做些额外的事情 那他价格当然相对比较高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慢慢的 他会趋劲于就是接近 慢慢被消费者可以慢慢接受 因为 其实消费者能接受的 價位在哪里 可能大概就一万多 两万多 跟手机差不多 对 所以以后新生大学入学的时候 除了买一支手机以外 还要配一个VR的设备 这个应该是要学校提供吧 没有啊 就是说变成是学生 他要来学习的 必要的一个设备之一 真的 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 每个学生 如果你上学 你没有平板 你没有电脑 你其实在学校是没办法上课的 就变成说 因为整个趋势 整个大环境 导致你必须要配备这个东西 所以导致平板电脑缺货 那未来说如果大学的整个的一个 一个课程的设计是网 就是虚拟化 那未来其实学生入学的第一件事情 要去买一个VR的头盔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趋势 或许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其实更重要是一直提到的 就是内容从哪里取得 对 这就是我刚刚要讲另外一个问题 那其实我刚提出这个问题以后 我就发现 那我不是挖洞给自己跳吗 真的 因为做这个教材 最后工作是落到老师身上 所以跟你说未来 学生在评见老师 除了老师讲课的方法 以外 他还要去评见老师做VR的一个功力 你看老师你们可以委托我们做 那你们会赚翻 就是你们可以把脚本席 委托我们这些厂商来做 所以这样子其实未来这样子 虚拟的这样一个科技公司 它会是一个 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是这样子 就是以前 以前在做VR的厂商 其实很苦 就是可能会自己做产品 就像我们做化学实验室 做幼儿的AR 做这一些 我们自己想象说 可能有什么需求 可能有什么 我们要达成的目标跟目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内容 那 学校又不愿意买 第一他可能没有预算 那第二个他可能觉得 那不是他需要的 或者他觉得 还不达到我的水准 不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他可能不会买 那现在假设是从老师这边 提出来的需求 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更接近所谓的 实际的教学需求 这样是不是对于 厂商来说 或是对于学校来说 都是所谓的双赢 只是 我记得我们现在的 教育的预算里面 其实是不适合 好像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付这种钱的 对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可行 因为像有一些 基础学科 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情境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在教学生 古诗词 或者在讲一段故事 你可能当下没有办法 融入那个故事的情境里面 但是我如果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 你进入他当时的时空背景 你或许可以更了解 他的心情跟他的想法 你讲到郭腾老素婚压 那我真的带他到郭腾老素婚压 那个情境里面 让他去体验李清造那种感觉 甚至你看到的清明善和图是这样 这么的繁华 这么的富裕 我带他到清明善和图里面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体会 就是故宫有做 真的吗 对故宫有做 我上次去没有看到 故宫他们有一些 就是跟国内厂商合作的一些内容 所以他已经把它3D化了 是不是清明善和图我不记得 但是有 好像有类似西山行李图 还是什么 就是一些比较那个的 因为我上次去看到的 还是在墙面上 他会动的 但是我并不是带着虚拟的 他有VR版 他们就类似特展的方式呈现一个特展 了解 所以这一些就是 慢慢的也是把一些比较 无法实际体会的东西 把它给虚拟化之后 你就可以用比较好 比较容易接近的方式 让大家能接受 这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做这些 为什么要让他说 我们刚刚讲要好用 要有趣 然后要让他觉得有意义 就是都是不拖着这些概念 所以这听起来蛮有趣的 对 很有趣 我觉得 我要准备入股一下你们公司 对啊 因为这个未来我们在教育上 这个我就应该会 五年十年 会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潮 因为对我来讲 我有时候重复的事情 一直讲一直讲 他学生其实的吸收 跟领会度其实不高 但是我如果花时间 做了一套这样子的教材出来 是 然后让学生就 他就沉浸在里面 对 然后在课堂上 他愿意自动去学习 再搭配我的讲解 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学习的效果 应该会好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合作来做做看 好 回去好好的规划这件事情 对 其实数位学习一开始起来也是这样 数位学习一开始 很多公司都做什么事情 新进员工训练 因为新进员工训练 讲的都是什么 董事长的话 老板的话 然后要不然就是工厂介绍 公司介绍 有没有 这些东西可能HR要讲的 五遍十遍一遍一千遍 一个人哪里还要讲一次 对 但是我把它做成数位学习的 做成数位内容之后 我这种放了就好了 OK 所以那个成本就是 整个可以cost down下 所以一开始都是 以这种cost down的目的 去做所谓的数位内容 是 那你们在辅导这些厂商的 这些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案例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还蛮多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 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幼教这一种 幼教这种就是 给小朋友去玩 一边玩一边体验新的科技 那当然家长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让小朋友用平板用手机好 对 我身为家长我也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所以我们希望是 在有效的时间控制底下做 他像我们设计的活动内容 AI的活动内容 他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在手绘 或是做剪剪贴贴 或是做他所谓的一些就是 黏图或什么的这些手作 手作做完之后 我只是拿手机来做一下扫描的动作 让他扫出一个虚拟的物件 或是我拿来做录音 其他时间他其实用不太到 他还是有一些实体 就是虚实的合并 虚实的整合 那这样他就不会说 他一定要 你透过一些比较好的设计 他就不会一直说 我要平板 因为我要平板是要干嘛 他就想要看 他想要看的内容 像以幼儿来说 他可能就想要看插壶 他想要看那一些的 那他如果经过设计 他可以去从里面取得一些乐趣 他自然就不会想要 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上面 那或者是说 像现在很多公司可能会做 就是最简单的 像Meta那个也是 FV后来转型成Meta 那他们老板不是现在很在推 推所谓的 就是他的元宇宙 那他里面就会用到一些 像他比如说 用他的半人像 用他的半人像 来做所谓的会议 所以他就有所谓 用VR的观点 来跟其他同事开会 在现场看到很多人 就跟那个什么 有一部电影叫什么 叫做 什么特物间谍 还是什么 就是椅子上面有一个 对 金牌特物 金牌特物 对 那个也是投影的概念 他不需要戴头盔 但是 在Veta上面 他们做的那个 会议形态 他也是要戴他们的头盔 他需要结合他们的头盔 去结合他们的会议软体 去做这一些 然后结合他们的虚拟的 就是Avatar的技术 做出自己的虚拟偶像 在里面做呈现 这也是一种 那他这个会不会很吃 网路的频宽 他吃频宽还好 但是吃效能 吃效能 对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在吃运算效能 因为他必须要很多 3D的大量的 的图形运算 所以很多时候是在吃 那个图形运算的效能 会比较多 网路的话其实还好啦 其实我觉得现在 网路频宽不值钱 真的吗 现在到处都有WiFi 其实在台湾来讲 我觉得台湾很幸福 就到处都有WiFi 对啊 而且手机现在吃到饱 以前都觉得 我一个月用个4G 5G 可是现在吃到饱以后 我一个月 40G 50G 就在用 你也不会心痛 而且现在新的5G又出来了 它的延迟又更短 然后它的频宽又更大 所以其实 那些成效会来得更好 那就比较不会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后遗症 像其实用VR 最大的后遗症就是会晕 有些人会觉得晕 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我们在坐车 我们坐车不是车子一直动 但是你自己本身都不动 你的脑袋就觉得 你没有在动 为什么画面一直在动 所以就有所谓的动晕症 类似晕车那个感觉 很多人的VR晕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我在看VR的时候 我头要跟着动 有些比较不好的就是它的成像 或是它的效能跟不上的 因为里面画面会lag 那那个会很痛苦 你就很容易晕 但是现在 有很多的技术会克服 第一个当然它现在 因为传输的效能好了 它的帧数够了 然后整个呈现的速度够快了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的呈现 你可能会忽略那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像有一些装置是可以走动的 比如说我们 像我们刚刚讲Carbo 其实是我坐在这里这样子看 坐着而已 那假设现在外面是云消飞车 咻咻咻 你身体没在动 你就容易晕 可是有些时候是 它是可以跟着动的 我在这个场地里面 我可以在里面走动 因为它有一些侦测技术 可以侦测有一些物件 侦测一些 就是像我们刚刚不是讲移动侦测器 侦测物件或侦测空间 那你就不会去撞到 你不会去磕到碰到 那你就比较可以去走 那你在VR里面走 就跟你在现场走 就是你真的是有在走 所以你的大脑就不会觉得说 你明明没在走 就比较不会晕 所以其实很多 就是一些眉眉嘎嘎 就是在这些里面去 去特别再定义出来的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些是 现有的 已经发展出来的科技 还是做梦的 现在都有 其实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那它的取得的成本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VCVR就比较贵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台电脑 结合一个有线或无线的头盔 那这样加起来可能应该五六万跑不掉 因为那头盔可能就叫三万多块了 那加上一台要足够的 那是Game级的电脑 可能就三四万这样 三四五六 看大家对Game的要求到哪里 那如果说是到所谓的一体机 一体机便宜的有从一万多块 到现在 国内的某大厂出的那一台 是大概三万多块 那是一体机 用最新的晶片去做出来的 那它也有刚刚讲的 所谓的侦测技术 它也可以侦测空间 那它还有多了 那个前面刚讲的 那个RGB镜头 所以它可以开天眼看到实体环境 对这样子它大概三万多块 三万五左右 那最便宜的那一种 当然我们就可能就是 纯体验就好 对 不过这个价钱我是觉得也 接近手机的价格 对啊 因为这样子 未来我们如果打电动 在玩一些生存游戏 或打赛车的时候 我其实就不需要看着萤幕 我只要带着虚拟的 我实际在驾驶 它其实就是整个画面 就在我的眼前 所以再来就有一部电影又出现了 一集玩家 一集玩家里面 他就会把自己 吊在某一个装置上面 所以它也是类似的概念 它就在一个盘子 或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不断的走 有走的概念 所以真的就是在走动 结合实体 就是虚拟结合实体的概念 对 所以未来游戏厂商 会不会用 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子做了 真的喔 甚至中科院也针对我们的 所谓的军人的训练 它有类似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盘子 那盘子上面 可以类似多项的 可以走来走去 这样子 这是一种 如果你需要让它走动 它会用这一种 另外有一些厂商 它可能做的是 像它可能类似赛车游戏 那一类的 它就会用类似 所谓的六轴四轴 那一种的座椅 它会跟着上下左右动的 那就真的像是 到了迪士尼乐园 那一种的四滴的感觉 那一种 如果现在有了吗 有我回去立刻买一台 当真 真的 因为我们每次玩赛车 就是看着平面 车在甩 画面在动 可是你不会感受到 那种刺激感 所以这时候 就算车壮大或失控的 你只是觉得无所谓 可是你真的回到你的车上 开着你的车的时候 你不敢做这个动作 那不是真的 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 虚拟的画面 可以搭配一个六轴的作动器 可以让我享受 车子失控的感觉 其实高雄有一个厂商 就是迪士尼的协力厂商 老师我要不要介绍你 好 我们节目后稍微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 每年在当老师 就是生活很苦闷 希望有一些 就是比较刺激一点的生活 可是你又不敢去做高空弹跳 你又死了 不敢去 米娅也有高空弹跳 可是我如果在家里 我可以透过这些 辅助设备 那我可以达到那一种感觉 包括速度感 或者是那种刺激感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的VR 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VR已经有这一种的 对 而且就在高软而已 真的喔 在高软就有 就有这样子的公司 高软我常去 已经很不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高手 藏在那边 他其实是 迪士尼的协力厂商 他做了很多迪士尼的案子 了解 应该不只迪士尼 就其实很大咖的游乐园 他都是他们的客户 因为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这一种 这一种是在游乐园 像六福春 或迪士尼 他其实都有这样子的 什么矿车那种探险之类的 是 OK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 就是说 以目前您所讲的 那这样听起来 这个产业 我们这个产业应用 事实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你们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你们会不会担心一件事情说 未来有这种所谓的科技大厂 去做一个垄断 其实我们不至于会担心 因为科技大厂不会看这种小 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 真的吗 其实就我们来说 我们这种厂商 其实做的是所谓的内容应用 那科技大厂很多时候他要做的是 就是简单技术开发 像比如说我们做的AR 其实有所谓的开发引擎 是 那个AR的引擎 我们也是用其他家的 只是我们拿来做应用 是 我们去设计里面应该要呈现AR 之后要做的事情 是 那大厂他就去开发那个AR引擎 对他来说那个可能会更有价值 对 那他会不会来抢我们这种 这种小鼻子小眼睛 这种小打小的东西 你们不是小鼻子小眼睛 你们是充满创意的 充满创意的一群 就是说对他来说 他需不需要来跟我们 抢这些的市场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 因为他应用有很多层面 他或许会做的是 像有一些厂商的确 他会去做像刚刚提到的AR 有所谓的AR巡检 硬体巡检 比如说在工厂里面 以前可能派驻到A工厂跟B工厂 可能是一个跨国企业 那在AR里面 他可以用所谓的AR眼镜 去在B工厂里面 把B工厂的画面 投回来到A工厂这边的 资深工程师 就帮他解决问题 他就不用飞过去 那这种东西大厂会做 那我们只要买这种Solution 来应用在这个场域就好了 了解 所以我们就代理 就买Solution 你要用 你就来买个服务 这个服务启动 你就可以用了 我们不会去开发这种技术 因为开发这种技术 对我们来说 应用挖不下来 对啦 就是CP值没那么高 所以我们做应用 我们做教育的应用 训练的应用 内容的延伸应用 这些应用来讲 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像我们一直在做内容 所以他们或许 无法想象的是说 你在内容的设计里面 有什么样的方式 方法 可以去做适合 deliver的内容 对 那我们的强项就是在这一些 所以我们把内容做好了 用他们的技术 他们只要吃我们授权就好 他们只要授权我们 我们就付钱给他们 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这样子未来应用在 例如说我想要环游世界 我没有办法去 我其实就买一副眼镜 然后就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看 现在其实就有了 因为像我现在 我自己常常用的就是用Google Map 就是我每次要出国 接近模式 对我会先 我要去的地方 除了共产国家看不到以外 剩下的国家 我都会先大概用接近模式走一下 了解大概距离 或者是一些建建筑物状况 那你到现场去的时候 其实你心情会比较堵定 有底了 大概走过了这样子 好像走过的概念 这样子是不错的 那在VR里面 他就可以用类似这种模式去走 那甚至像刚刚讲 国内大厂也有合作 他把蒙娜丽莎搬到VR 所以以前我们到罗浮宫 可能看到就是很多人头 一个小小的蒙娜丽莎 没错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我有去过 前面都是人吗 黑压压的一片 就是我们印象中 说蒙娜丽莎是一幅很大的画 结果其实不是 它是一幅小小的画 而且画在木板上面 对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找不到 后来有人跟我讲说 你找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了 就看到一堆人排挤得很后面 然后远远的墙上 一幅像A4指的 一幅小小的画 那就是蒙娜丽莎 对 所以国内大厂 它现在就把这个内容 就是你只要买它的设备 就可以直接看 所以它把蒙娜丽莎 就是拉近到你眼前 是 它是画在木板上面的 了解 然后它甚至有什么裂缝 有什么通通把它 长大给你看 就在你眼前 就不用去跟人家人籍了 是 所以这种方式 我是不是好像就不用去 道罗浮工了 对 这种概念 所以这在导览里面 其实导览旅游 这一方面用VR的方式去提供 其实是还算蛮快 蛮适合的模式 是 对 其实有很多种面向 我觉得内容的方式 有趣就是在说 你不会被限制住 你其实只要想说 有什么方式是可能可以做的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 溝通想法 怎么把这个想法落实成真的成品 这样就好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请请教 就是说 那这是我个人的想像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那未来在我们整个数位发展过程中 我们其实遇到很多所谓的 像网路攻击这样的事情 那未来VR 它会不会也是成为 网路攻击的一个目标 他既然上到Internet 他就一定会被攻击 其实被攻击 其实被攻击的可能就是那些应用厂商 对啊 我意思说 那我如果他透过病毒的攻击 让我整个虚拟的过程 就不能玩 没有 如果他不能玩 我觉得还好 他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程序 我觉得错误的程序 现在 就是所谓的篡改 这种可能还没到那么严重 大部分都是让他就是fail 就是让他不能玩 就把他癫痪掉 让他不能动 就是你本来要打开一个软体 现在不能打开 但是我觉得其实VR要注意的 其实很多人注意的是 在他的另外一些 就是比较道德型的面向 是 因为你既然是VR 你有沉浸体验 对 那你一定就免不了 一些人有一些下山爛的手法 对 他可能会 他可能就是带点色情的概念 或带点什么样去蹭你 或干嘛 虽然他是虚拟的蹭你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 对 他只能有些心理层面的一些压力存在 了解 所以其实现在有些学者 也是在探讨说 在VR裡面的这些所谓的性暗事 或者所谓的一些性骚扰 是否成立 或是否应该要去注意 或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面向 对 那我其实反而不担心就是说 你被攻击 因为被攻击我觉得是难免 那被攻击挺多就不要玩 了解 只要厂商尽快把它修好就好了 了解 好我想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其实今天跟郁君聊得非常的开心 那也聊了很多ARVR的一个应用 那我觉得 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我其实有一个更新一层的一个认识 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前瞻的科技的未来的 南方科技城 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停播 我们年后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谢谢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